盖德的一个很酷的假动作 我相信这个你一定要学 来 跟着我的视角一起感受一下这个动作 对吧 看上去是一个深拍要打 结果反向一个高手 来 再看一遍 还不忘了 你们也可以做到 因为里面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向你们记住 我们去接任何球的时候 来 给我 我们一定是拍子伸出去 当你的拍子伸出去 你才有足够的空间去寻求变化 我刚刚做的是什么 来 给我 我做的是 对吧 是这个动作 好 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动作 来 看我伸 我是不是还可以换边 对吧 甚至我还可以做 想操作的空间很多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深拍的习惯 和我们去往前抢高点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当你把最高的点控制在手里 我剩下有无数个点可以去选择 来 扔给我 第一个点不打 我第二个点 对吧 好 一 二 三 我第三个点打 都可以 同时我还可以做很多动作 只要你养成抢高点 球拍带动身体的习惯 我相信你也会成为一个 斩动作的高手 今天轮球拍 均衡之热 原指挥 不要听我讲 拍子好用 是你们决定的 不是我决定的 往前把高点抢好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无数的变化 去黄死别人 电视频 아까说 很变化 这do园 不能